吧 爸 回来了 我想跟你商量那件事 最近 我老是在安宁家吃饭 然后奶奶对我也挺好的 我想安排一个时间 请安宁来我们家吃顿饭先 好啊 当然可以了 不过你妈最近在忙慈善基金会的事 等她忙完了就把安宁请过来 我想你妈也想跟安宁一起吃个饭 好 谢谢爸 没事的 安宁小姐吗 你好 你们 奶奶早 这是你的杰作啊 没错 这是世音哥特地给你请的 你不是安慰我说 那个人只是写写信而已吗 说不定那个人 他真的是内心太压抑了 只是借助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抒发一下内心的情感 可是你这样 我坚持 世音哥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是呢 我现在才刚刚成名 刚刚有那么一点点的成绩 你这样子这么大的阵仗 我觉得是太夸张了 还是不要了吧 哎呀 世音的一番好意 你有什么好推举的 难道 你想让她来保护你吗 如果你担心 或者会觉得不舒服 就当他们是隐形人 反正我不希望你再出现任何意外 就当是让我安心 好吗 乖了 乖了 雅当啊 来 这边请 坐 谢谢谢谢 雅当 我们又见面了 董事长夫人 坐坐坐坐 你啊 就叫我伯母好了 我们不要那么拘束的 今天啊 我是请你过来帮我的 帮你 是啊 我太太啊 参加了慈善基金会 固定一段时间呢 就会举情聚散 每次啊 按照惯例 都在每个会员的家里 轮流举行 这次是轮到我们了 我呢 每次呢 只会做上海菜 我觉得 大家恐怕都吃腻了 所以啊 我这次呀 想小小的变点花样 上一次 在你们家 你做那饭菜 就挺不错的呀 听张大说呀 他还获了意大利料理 烹饪冠军呢 真的 参加的人 只有他和他弟弟 真是的 亚当可真是个人才呀 连二部的老同志 都赞不绝口啊 说B2C的状况非常顺利 营销二部呢 营收大增 就连我们会所呀 有了亚当在 就多了很多重量级的会员 董事长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没什么 不管怎么说啊 我还是要谢谢你 能够抽空过来 我这个人呀 在厨艺上啊 特别不灵光 等一下 你可别嫌我这个徒弟笨 不会不会 但是我 我很凶哦 你今年有多大啊 三十八 八 因为我是被领养的 所以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到底几岁了 哦 哦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家从来不忌讳这个事情 哦 那你跟家人的感情一定很好啊 嗯 当然了 我爸离开以后 就剩我妈跟我弟 我们三个人总是开开心心的 尤其是做饭的时候 他如果在的话 应该跟你差不多大 谁啊 世音的弟弟 我们还有一个儿子 只是 很小的时候 就失踪了 哦 哎 我看你这架势 挺像烹调管军的 嗯 因为我们意大利比较热情 所以我们讲究的是 不管菜做得怎么样 姿势有一百分 嗯 你看 嗯 嗯 又一山 去哪 verse 松子牛肉卷 最近气温高 我们做点调整 多一点前菜的比例 比起中式水饺 更清爽的意大利饺子 番茄海鲜汤 酸酸甜甜在夏天 特别开胃 你尝尝 嗯 肉 鱼 肉 肉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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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肉 大 喂 许世音 我总算联络上你了 什么事 什么事你不知道 马蒂德酒庄怎么办 你知道我要那个酒庄要了很久了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重新营业 你急什么 这个酒庄又不是你出钱买的 我知道是你出的钱 不过事情是我处理的 你说我把亚当兄弟赶出去以后 酒庄就让给我经营的 你不给我一个酒庄能营业的时间 我怎么找人啊 你等一下 喂 妈 世音 今天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可不可以早点回来啊 妈今天没有办法 我很忙啊 今天有特别的晚饭 你已经很久都没吃到妈妈做的饭了 好 妈那我尽量 我现在再忙不跟你说了好吗 再见 卡帮你听着 马尼的酒庄暂时要隔一下 你也得暂时等一下 因为亚当现在在英皇上班 酒庄一运转 红酒一销售 亚当就会知道这件事跟我有关了 那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 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开始找人 酒庄又不会长腿跑了 是你的 永远是你的 只要亚当一出局 这整个酒庄不就是你的了吗 好吧 好吧 不过我的耐心有限 别让我等酒了 我知道了 你也太能了吧 没看到过这么漂亮的明星啊 没 可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合照 合照 不行 哪有不行的事情啊 我们就在这里拍吧 那 麻烦你 来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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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笑笑啊 一 二 好了 来 抱歉 可不可以再拍一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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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爱你 我爱你 有玫瑰花来了 快走走走走 那个 安妮 不要不要太猪罗 我今天想送花给你 安妮 你 别动 安妮 安妮 来 干杯 可惜师盈赶不回来 吃不到我辛辛苦苦做的料理 我觉得今天 最辛苦的就是亚当了 是亚当动手 我站在旁边看 你坐在一边等 你说谁比较辛苦 是是是 我没有资格说这种话呀 对不起太太 想不到董事长也是PTT俱乐部的会员呢 什么俱乐部啊 帕太太俱乐部 这我没有参加过呀 那个不是你说不参加就不参加的 那个是伯母说你要参加的 你就得参加 一顿饭的功夫 你们俩就站在一条斩线上去了 诗音 快快快 妈 爸 诗音 来 快坐下来吃 亚当怎么突然来我们家 不是突然 是我找来的 你尝尝 亚当的手艺啊真的很棒的 现在这个时代啊 男人啊要进得了厨房 那才是大丈夫呢 亚当最新的英皇品酒会做得不错了 看来你对讨好人还有过人之处啊 我知道啊 我去了会所啊 看那人气啊 真是大不意外啊 爸 你觉得你去会会所啊 是啊 其实我去看看营销二部的所有人 最近他们啊朝气蓬勃的 这对公司气氛有帮助的活动 你说我能不去吗 亚当啊 多亏了你啊 营销二部和以前可大不一样了 都是要跟郭家 一点也不忘了 怎么能过奖呢 好了 你们俩别再谈公事了 亚当 刚才我们做了那么多的甜点 把它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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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英啊 你妈很久可没笑得这么开心了吧 是啊 石英啊 你看出来没有 你妈很喜欢亚当 今天是多亏了亚当了 以后啊 你能不能叫亚当经常回家来 陪你妈吃这饭聊聊天 好吧 好啊 爸 你没有那么喜欢亚当啊 是啊 这孩子很合我性子呀 如果时间还在 和他也差不多这么大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好 我这个也是 你能不觉得 你会想做什么 好 我没想到 你呢 你呢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呢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哪儿 你去哪儿 今天的晚餐真不错呀 世盈啊 下次把安宁也叫着 还叫着亚当 家里多点年轻人 他有点生气呀 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呀 他热闹 好了 爸爸 走吧 爸爸 你干嘛不让我跟世盈哥说这事儿 你干嘛什么事情都要跟世盈哥说 事实证明 今天那个人 只不过是单纯的想送玫瑰花而已 并不是之前写恐吓信的那个人 干嘛每天都神经兮兮的 把自己吓得要命 这点小事根本就不用跟世盈哥说 如果你要是敢跟世盈哥说的话 我就让他撤掉保镖 你试试看他让不让你撤掉保镖 那那些保镖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吗 天长地久 到底绝对不会有事儿 我真的不喜欢这么大的阵仗 干嘛 干嘛 你刚刚说确定我没事为止 嗯 对啊 那是不是只要我把写恐吓信的那个人找出来 你们就不会再担心我了 但是有保镖在还是比较安全哪 方姐 把仓库里面那些粉丝信和礼物 都给我拿到我的房间来啊 我一定会找出那个无聊的人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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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亚当的 方姐 方姐 小姐 有什么吩咐 这个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啊 这是之前在你房间里粉丝们的礼物啊 不小心啊掉到垃圾桶里 还是我捡起来的 后来啊 东西先生说 把礼物和信都放进仓库 我就一起搬过去了 小姐 小姐 没事了 小姐 什么事 小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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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就是记不得 小时候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就习惯 把每一年发生的重要的事情 都画起来 画在这个本子里 安宁啊 安宁 不要赖床了安宁 起床了安宁 安宁 。安宁 安宁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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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许云阿姨 很久没有来看你了 这是亚当的素描本 我拿过来还给他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不想见他的 他不喜欢我了 他的心里面已经没有我了 我很生气 差一点把他死掉 可是 可是这里面 有亚当很重要的记忆 我不可以这么做 所以我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我以为 看不见 就可以不会伤心了 但是没有想到 他还是出现了 阿姨 你可不可以告诉亚当 你跟他说 我很生气 我也很伤心 但是 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幸福 你也不会不会 有你也会儿 哪儿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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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先... 妈 是你啊 你来这里干嘛 我过来看看秀云阿姨啊 来看我吗 我们非亲非故的 在意大利的时候 秀云阿姨很照顾我 我过来看看她也是应该的 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跟我说 要说什么 你当初在意大利拍戏的时候 人生地不熟 就只有我妈照顾过你 我哥也那么照顾你 结果你就是用分手来回报她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结果 没有办法的结果 那个时候酒庄出了事 我们也是迫于无奈 才会决定卖了酒庄 离开意大利的 你既然知道是谁先变了心 才会变成这样 你干嘛要用这种态度对我 我的态度又怎么了 你现在是走红啊 但是我哥却失去了一切 所以你嫌弃她才变了心 你是不是觉得只有 世音才配得上你这种大明星 谁先把谁甩掉的 是谁离开意大利的时候 一句话都没有说 是谁把最重要的手表 给别的女人的 是谁啊 这都是谁 你不用再说了 我哥已经知道 你跟世音哥在一起了 什么 谁跟你说我跟世音哥在一起了 拜托你不要再假惺惺了 你明明就已经跟世音哥在一起了 我哥去你家找过你 是你奶奶说你不想见我哥 让他不要再打扰你 我没有啊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你奶奶为什么要跟我哥说 说你已经放弃我哥 在跟世音哥交往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哥怎么可能会放弃你 对你死心 不是因为亚当 他一回到上海 就跟珊珊在一起了吗 这关珊珊什么事啊 他只不过是因为好心 把房子分租给我们两兄弟而已 所以你是说 亚当跟珊珊 他们没有在一起 他们两个 当然没有在一起啊 难道说你一直被蒙在鼓里 你一直以为我哥跟珊珊在一起 这太可笑了 所以其实你并没有跟世音哥在一起 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误会而已 我怎么可能会跟世音哥在一起 我当然没有啦 怎么会这样呢 真是 那得赶快告诉我哥这个好消息 那我现在就去跟亚当说 这才是我认识的安宁嘛 等等等等 把手机给我 手机 把手机给我 这是我哥的号码 你现在赶快去找我哥 把误会解开 跟他好好的说清楚 没问题 谢谢你啦 好香喔 真的耶 是不是很香 通常我们酿酒师会用这种方式 训练自己的鼻子 那你们再问我们看这是什么味道 清香的味道 好像是水果 应该是一种橘子的味道 橘子的味道 是脆的味道 接下来给你模拟嘴比较特别的味道 虽然它不是属于香味 但也会用在红酒里面 用力纹喔 这么难闻 好难闻喔 你确定你吃着我吗 好难闻喔 清明之后会放在酒里面 对 这是皮革的味道 皮革 对 这是皮革的味道 但也会 也会放在酒里面 会会会会 好难闻喔 有时候我们会放一些 比较反向的味道 去提出它正义香的味道来 安妮小姐 小吴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早上出门我就看见你了 以为你要用车 所以把车开出来了 结果看你上出租车 担心你就一路跟过来了 太好了 你是我的救星 你现在赶快载我去阴火 好的 安妮小姐 回公司是要去找 许总经理吗 哦 我帮你准备了饮料 在你座位前面 不用了 谢谢 我刚买的 太安妮小姐心神不宁 怕你热坏了 身体不舒服 快点喝些凉的 去去暑气吧 那谢谢你了 不用谢 安妮小姐每天都赶通告 真辛苦 不会啊 这是我的工作 我应该做的 真让人心疼 你刚刚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我们还有多久 我才要做 他想照我的工作 我帮你 你做我的工作 你怎么看 你就 yap 你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拨的号码没有回应 请稍后再拨哦 喂 哥 哥 您为什么这么久才接我电话啊 跟安宁谈得怎么样了 我跟她要谈什么 你们还没有碰到面吗 为什么您会觉得我要跟她碰面 怎么了 哥 你冷静一点 听我说 其实安宁没有跟诗音哥在一起 安宁只是误会你移情别恋跟珊珊在一起 我今天遇到她了 哥 算算时间 安宁现在应该已经到你们公司了 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她 我刚打过了 手机没有通 奇怪了 可是她已经离开医院很久了耶 那她会到哪里去啊 你会去哪儿啊 我们去哪儿呢 那她会去哪儿呢 看看那个哪儿呢 她是她的她的麽皮屋屋 你想要去哪儿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安寧 你醒了 这 这里是哪里啊 这里是我特别布置的小天地啊 请你来看看 改天吧 还有很多工作要忙 改天吧 改天我再来看 安妮小姐 请你一定要好好地看一看 我特地为你布置的 你看 很美吗 挺 挺美的 我花了很多心思 才布置出来的 我不希望任何人打扰我们 所以 我早就把你的手机收起来了 这 你 你就是之前那个 我一直写信给你 可是你丝毫感觉不到我对你的爱意 我很难受 那个许世音 他想破坏我们 可是他阻止不了我的 许世音是想霸占你 困住你 但是我知道 你一定不喜欢他 所以你才会甩开保全 跟我独处 对不对 不是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安妮小姐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拜金的女生 你不会答应许世音的求婚 你是在等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安妮小姐 你注定是属于我的 嫁给我吧 你别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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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知道我为了见到你 为了多大功夫 才从那一位逃出来 我知道 那些医生 护士 都以为我疯了 因为我疯了 我疯了吗 你以为我疯了吗 你以为我疯了吗 没有 没有 安妮小姐 我知道 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你知道 我与众不同 你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我们结婚以后 我会全心全意照顾你 呵护你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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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地挑了一件店里最美的礼服 不 你一定会很喜欢她 快试试让我瞧瞧 不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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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有来找你吗 没有啊 怎么了 她一大早就溜出门 不知道去哪了 已经约了跟新的电影导演见面了 到现在都找不着她人 不是有保安跟着她的吗 保安没跟上 我也联系不到那个司机小吴 那我打电话给安妮 别打了 我都打了半天了 没人接 这安妮也真是的 你要是不想见这个导演 完全可以给我说一声嘛 干嘛又玩种蜜藏啊 啊您不是这种人 啊 吗 我很慘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的话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好了 没事了 你先去忙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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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